再来是印尼旅游经济开发局的花车进场 主题是美好印尼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印尼旅游经济开发局的花车 他们的主题是美好的印尼 而他们也拿了理事奖 他们这个花车工作人员讲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 最具有挑战性而且最难找的花 就是印尼观光局花车上的一种花 叫做黑色兰花 有这些兰花大动之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花车 都特别好像多了一个艺术气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呈现到花车的特色出来 所以就颁了这个理事奖给他们了 是 其实这部花车上 当然他们要强调 就是印尼一些野生动物种类 相当繁动的特色 所以我们在花车上可以看到 除了各种的动物之外 还有一些雕像 还有一些建筑 还有一些古老奇迹 或者是寺庙 宫殿遗址等等 当然都是希望能够把 美好印尼的最好一部分 呈现在给大家 那么同时也是希望 大家有机会能够到印尼去体验一下 好 接着来看到这一队的乐队 就是罗斯蒙特高中古号乐队 那么他们有成208个乐手 就在现场里面表演乐章 就给大家听的 是 在这一组乐队成员当中 其实还有几名成员 是被选定为今年的 明尼苏达全州音乐合奏的会员 那么这个罗斯蒙特高中古号乐队 他们曾经连续四年获得了 美国圣路易斯超级区域 AAA级的冠军乐队 这个实力不低 那我们不如现在就听一听 他们的演奏先 这一队的冠军 好 我們仍然看到的是 明尼蘇達的羅斯蒙特高中的 古號樂隊 那麼他們這個樂隊 有208個樂隊手 那麼也是算是身世浩大的 那麼見到很多的樂隊 甚至乎是馬隊 花車 那麼今天他們都已經是訓練過 很長時間才是出來表演給大家看的 那麼所以呢 聽到他們的樂章 都是與別不同的 確實 那同時我跟大家這個預報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有幾組樂隊 他們也得了一些獎項 我們遺漏掉了 我們在這邊補充給大家 包括了就是 這個加州州大波紋娜分校的花車 夢中海盜他們獲得了 皇冠城市創意獎 因為他們在推動花車設計的創性方面 表現得非常好 那還有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印尼旅遊經濟開發局的花車 美好的印尼 他們也得到了領事獎 因為他們的設計 還有他們的花藝 都呈現非常藝術的氣息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要恭喜他們 是啊 那我們已經看了 有個半的花車 也有部份的花車已經獲獎了 譬如好像剛才的加州州大波紋娜分校 他們也得到了這個皇冠城市創意獎 而這個印尼旅遊經濟局的花車 也是得到了這個理事獎 一路跟著下來的話 還有很多花車會陸續出場 也有部份的花車是得到了一些特別獎 所以大家一定要落足心機 落足眼力去看清楚這些花車 因為他們都是用了很長時間來設計 還有去做才可以給我們看的 尤其是那些花這麼漂亮 全部都是新鮮 在幾天前 他們才逐一用人手整上去 才有這麼漂亮的花車 好 那麼我們在現場 羅斯蒙特高中的古號樂隊 仍然在繼續的演奏當中 他們總共有208個樂隊手 那麼另外他們這個樂隊 總共有超過410名的學生 參與各種不同樂器的演出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玫瑰花車裡面 可以欣賞他們的演奏 也是相當的開心 因為我們也提到過了 他們的實力相當的堅強 所以也可以在玫瑰花車當中 展現他們的樂隊 還有展現他們的一些技藝 好了 跟著呢 我們看到幾個人出現了的話 拿著籃球做什麼呢 是不是NBA 他們曾經是NBA的球員 原來不過現在就組成了這個 叫做哈林籃球隊 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哈林籃球隊的 花式籃球表演隊 這個是以這個表演花式籃球 為主的一個美國職業的籃球隊 他們曾經在1948年跟1949年 兩度的擊敗了 當時的NBA的總冠軍 胡人隊 那後來因為這個NBA 也打破了膚色的界線了嘛 所以也開始吸納一些黑人球員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哈林籃球 它是對的表演 你看現場觀眾相當相當的喜歡 是啊 因為哈林籃球隊 他們打籃球特別是野笑的 不要以為他們引人發洩的時候 不會打球 現在看到球員你看看 空球的時候 是可以比美NBA所有的球員 所以他們的球技一點都不差 也得到了全美國所有人的愛戴 每一次演出的時候 都會獲得很多的掌聲 是 他們現在慢慢已經轉化成 這個娛樂表演的 主要為主的花式籃球隊了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斯瑞納斯兒童醫院的花車 花車主題是愛心救援 是 接下來現在看到的 就是這個 斯瑞納斯兒童醫院花車的 他們今年的主題 是叫做愛心救援 那麼也都要恭喜他們 就是得到這個志願者獎的 是 這個斯瑞納斯兒童醫院 他們是透過各種社區活動 像是遊行或者馬戲團 還有一些運動會 來替兒童創造了很多快樂的回憶 是啊 那現在花車上面 我們看到一隻很大的熊 在這裡 很有趣 那麼這個Teddy Bear 是代表著就是安慰和愛的象徵 那麼因為每一個人裡面 其實都會有一隻的BB熊在這裡 那麼這個BB熊也都是 可以吸引到很多朋友去觀賞的 沒有錯 你有沒有注意看到 這個Teddy熊心就軟了 所以它是一個安慰和愛的象徵 那我們也要同時注意 它身上那個披肩 這個披肩的舞動 讓這個花車整個變得更是動感十足 是啊 後面還有一個披肩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就是 Teddy市的玫瑰花車 是叫做水晶鞋 那麼他們這個主題 就是帶出了 童話故事灰姑娘當中的出現 也都是代表著夢想成真 是 我們也要恭喜 這個Teddy市玫瑰花車水晶寫主題的 花車獲得製造者獎 那麼每個小女孩的夢想 你知道嗎就是遇到一個心目中 白馬王子 對不對 所以灰姑娘的故事 這個很多的小女生都非常喜歡聽 那現在這個場景 就是灰姑娘故事當中 遇到王子的宴會廳的場景 是啊 那也都要恭喜 這一隻水晶鞋花車 是拿到這個最佳製作者獎的 那麼整架花車來說 是用了成千多朵的玫瑰 五百多朵的紅色玫瑰 幾百朵的蘭花是去造成的 所以要做這個白馬王子和公主的話 在花車上面都不容易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 就是這個斯克里普斯 米拉馬爾馬戲團的表演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斯克里斯普米拉馬爾馬戲團進場 他們這個馬戲團裡面 有九批很善於雜耍的美國 薩德勒布雷德馬 那麼其實他們都是經過 嚴格篩選品種培育之下所產生的 那這些馬都擁有純種馬的美麗 同時也保留了這個混州馬的學習能力 是啊 所有的馬匹今天都是訓練有數的 那麼可以看到他們很乖 也都在這個花車巡遊裡面 是帶出了很多的主題訊息在這裡 那麼看到這個花車上面 有一些停台流角 其實跟我們中國的一些停台流角的特色 都是有在這裡的 很特別 確實 中國味道的寶塔 看起來剛好慶祝今年也踏入中國 農曆年的馬年 對不對 對 那麼跟著現在這一輛的花車 就是Burr Bank玫瑰協會的花車來了 那麼他們的主題就叫做 燈光照相機行動 那麼也都要恭喜他們 就是得到這個奇幻獎的 沒有錯 我們恭喜Burr Bank玫瑰協會花車 花車主題是燈光照相機行動 獲得今年的奇幻獎 因為他們有最豐富的想像力 那麼他們這個也是經過了公開設計競賽之後 所以才特別投票進行表決選擇了這個跟電影有關的主題 是啊 其實電影也是一個夢來的 帶了給大家很多的想像力 那麼所以他們用這個主題的話 是特別豐富了大家的想像力 頒這個奇幻獎給它是實至名貴的 沒有錯 我們看到現場還噴出這個蒸汽煙霧 所以可以讓人家感覺到這種電影的夢幻感 那麼這部花車很繽紛 而且很有樂趣 Burr Bank玫瑰協會花車 他們所有的設計 施工 裝修工作 都是由志願者合力完成的 而且這年輕的志願者只有六歲 好 接著下來現在看到的這隊樂隊 就是格倫波拉高中古號樂隊 一共有180個樂隊成員 就是現在跟大家表演著的 好 這個樂隊是哥倫多拉高中古號樂隊 他們制服都是很傳統的 蘇格蘭的風格的制服 那麼曾經在2012年 還有2013年在拉斯維加斯 還有很多的地方有做過表演 也得過很多的冠軍獎項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他們現場的演奏 大家很想讓他們看 我看妳看 這會不會有的 我看你們看 好 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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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好 妳看 好 妳看 I can hear them playing Scotland the brave I can play that too 好了 跟著下來 我們見到的這個花車 就是中華航空的花車 他們今年的主題 為了要配合夢想成真 是叫做台灣夢想起飛 也都要恭喜他們得到國際獎 沒有錯 中華航空的花車主題是 台灣夢想起飛 獲得了國際獎 也就是來自海外的最美麗花車 其實他們立即來參加 玫瑰花車遊行 多次獲得了國際獎 目前他們這部花車 就是以台灣最熱門的 熱氣球活動為設計的主軸 希望能夠藉由繽紛的熱氣球 在藍天上飛揚 來呈現出夢想起飛的幸福感 而且也要展示一下 台灣的觀光的熱門行程 在這個花車上面 其實也帶出了很多台灣景色 來增強了很多台灣的元素 譬如好像有台灣愛心 有玉山 阿里山 一八零 一大樓等等 也都可以見得到的 然後我們看到的這隊樂隊 就是卡梅爾高中步操賽狗樂隊 是卡梅爾高中的步操賽狗樂團 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玫瑰花車大遊行了 這個樂團曾經兩次獲得了美國樂隊的總冠軍 那麼四次印第安納州際樂隊的總冠軍獎項等等 所以他們從一個校的校舍 現在已經成為他們周內最大的功力高中了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演奏表演 是卡梅爾高中的敵跨 再次參加玫瑰花車大遊 等連結因為 兩個雷西北 我們就開始了 一個美國人 連結一率 對 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